美国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 希望今年和日本 加拿大和澳洲等12个国家完成协定 使得TPP谈判进程近来在美国成为热议话题 驻美代表处最近派员参加美国智库举行的TPP研讨会 持续表达台湾加入TPP第二轮谈判的意愿 强调台湾是全球资通讯产业供应链上重要一环 加入TPP有助相关产业提升竞争力 为什么我们必须花这么长时间 因为我们必须待在中国 但是中国很大 他们甚至不需要TPP 如果他们不想 美国商会则认为台湾加入TPP 难免有政治因素 美国商会常向国会和行政部门反映企业意见影响力不小 余慧代表也再度为美猪美牛消台喊话 认为台湾或许可以从着手解决美猪美牛卡关等问题 为争取加入TPP加分